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秘魯會見行政長官梁振英 《新華社》報導 習近平說中央政府充分肯定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工作 希望他帶領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繼續綜合施策 即是說要全面考慮香港經濟民生政策的方方面面 就不只是單一 因為民生政策大家都知道梁振英聚焦在四大政策 其中由於火土地是重中之重 這個大家都知道 相信中央都是了解這一方面 但問題是香港社會的問題都是比較多 除了這四大總心之外 所以應該各方面都是要考慮的 都要有推進的 是這樣的意思 比如英文來說就是comprehensive 對中央來說它不會用這個字眼 它們就會說全面準確來處理好香港各方面的經濟社會問題 但那是內地的用詞 這次用了綜合視察 是比較特別的一個字眼 從簡短的對話當中 基本上就是顯示習近平國家主席 是滿意特首這段時間施政的表現 希望他繼續努力 大任現在這個團隊 即是三司十三局 就是繼續努力 講到連任的問題 連任的問題 吳主席有沒有對你爭取連任充滿了信心 連任這個問題遲些再說 你沒有說到支持你連任 你會不會覺得很失望 沒有 我們今天完全沒有準備談這個問題 不是一個私人見面來的 我們應該要珍惜這個時間去做這項工作 當然習主席都正面肯定了 現在特區政府的工作 也要求特首繼續帶領著各級官員 繼續努力 習慣了 給你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